Lamigo桃园王百荣敲出拳雷打, 球碰到富邦汉将高国辉的手套飞出拳雷打墙, 形成一发两分炮。 记者陈志曲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 Lamigo桃园今天上演拳雷打烟火秀, 大王王百荣单场敲出双响炮, 有趣的是, 其中一发拳雷打是富邦汉将左外野手高国辉拖球助攻而成, 意外把球顶过拳雷打墙, 王百荣今天打击手赶火炮, 先是在一局下敲出两炮, 而在六局下半面对富邦汉将第二任投手黄一致, 敲出左外野身怨飞球, 高国辉相准球的落点, 在拳雷打墙前跳起接球, 为了球没接吻, 从手套摔出大墙之外, 形成一发两分炮。 王百荣单场演出双响炮, 本季第六, 七红双双出炉, 富邦汉将高国辉。 记者陈志取摄,